中美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会晤之后 根据两国领导人的要求 要求中美两国的气候问题特使 在沙姆萨伊赫要正式的磋商 如何来合作 推动靠谱二期成功 我对中美正式磋商的情况是这么样评价的 是非常坦诚 友好 积极 正面 还是很有建设性 我们今天商定 在这次大会之后 结束之后 我们会继续开展正式的磋商 甚至还要进行面对面的磋商 关于磋商的结果 现在只能说很有建设性 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在我们正式磋商之后 会向各方公布 在这次大会之后 我们会继续开展正式的磋商 我们会继续开展正式的磋商 我们会继续开展正式的磋商